9月23日 四级飞奥纳给白木达地区带来暴雨和强风天气 此前 白木达一些地区已发出飞风预警 并且关闭了学校和部分办公机构 开放了避难所 预计接下来飞奥纳将向加拿大东北部靠近 强度可能会有所减弱 目前 加拿大飞风中心已对多个沿海地区发布了飞风预警 本周早些时候 飞奥纳已经袭击了一系列加勒比岛屿 造成至少8人死亡 波多黎各330万人口在闷热的热浪中几乎全部断电 白木达唯一的电力供应商白木达电灯公司表示 23日上午大约有2.9万名客户没有电 占其客户总数的80%以上 白木达的许多房屋都是用小百叶窗 板岩屋顶和石灰17块建造的 以抵御频繁的飓风 入口oso风 比过前後 伊芦 冲 shape 血